这是七年前富裕萤火虫的情形 只见大家小心翼翼施放幼虫 一元白佩儒拿着萤火虫幼虫 而里长则是慢慢将它的食物螺放进生态池中 内沟稀生态美 所以地方更卖力打造萤火虫的生长环境 不但在五分皮旁边准备了两个生态池 也买了上百只黄园萤幼虫进行富裕 七年时间下来富裕有成 在今年四月看得到萤火虫发出点点绿光 里民们也赶紧把美丽景象拍下来作为记录 那目前已经慢慢慢慢形成一个 一个不小的一个巨肉已经形成了 那另外在这里面 所以大家晚上可以来这边看 但是请不要带锁电筒 请注意光害 这些水深植物其实是最重要 就是为了要遮蔽 它对萤火虫所可能产生的光害 除了这个水深的黄烟以外 其实在往我右手组的地方 山壁这边 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个聚落 也就是那个黑赤银 当我们好事努力做以后 好事会成双 慢慢慢慢就会形成更好的情愿 小孩带来这里 这里的环境很好 穿起来不错 这里没污染 让里长更开心的是 不但有黄园营 现在好事成双 还发现了黑赤银也来这里栖息 细子内垢西沿岸生态很好 尤其樱花盛开吸引好多人潮 再加上萤火虫富裕有成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沿线水泥仿木的步道 在与台北市交界处有一小节还是木头做的 木板容易腐蚀损坏 民众就说走起来很危险 希望能够改善 这一栋步道本来 木板比较久了都会烂掉 有的志工都来填补 我们想到这边前后都是水泥的 比较好维修 现在看能不能都给它铺成水泥 比较一体成型就对了 栖班木板所做的 久了以后非常难看 而且常常又有破洞 对人眼走路都非常危险 然后到最后经过白佩鲁一眼的帮忙 我们争取到新北市水泥渠的辅助 把它全部换成水泥木板 各方面安全性跟维护都很好维护 那现在我们现在发现说 在我前面的这一块 目前还是维持木板状态 但是常常地上都会有很多坑洞 那这些对寻佐在这边的住民来讲非常危险 那我们也跟新北市水泥渠已经报备 希望说能够把这一段也全部换新成水泥地板 内沟溪环境生态好 成了附近居民散步休闲的后花园 里长还有里面也希望布道设施能够改善 让休憩环境更好 就从惠林细致采访报道